大唐昭帝继位已有十年 在这十年中大唐帝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国力增强正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大唐臣民诚心信奉尊重昭帝 前些年在燕王李明锐的统领下 大唐同生死之敌达子在草原上展开了一场死战 战国自然是燕王殿下大胜 达子大汗云泽身受重伤 并且向西边遁引 所欲部落大多归降大唐帝国 曾经被云泽夺走的寒雁故帝 也就是燕王永振的封地回归大唐帝国 寒雁故帝再一次成为大唐帝国 京城北部的屏障 昭帝特许燕王李明锐领兵镇守封地 这道旨意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昭帝得多信任李明锐 才准许他镇守大唐屏障 而且昭帝还在三年前将燕王妃宁心 以及燕王的义子良女送去了燕王封地 在京城只有燕王的伯父曾经的燕国公 和由燕国公一手带大的燕王长女 燕王唯有一子且挚爱燕王妃 昭帝将燕王的儿子和王妃送走 也就失去了牵制燕王的最后筹码 大臣中不是没人反对 然昭帝一意孤行并说出 同燕王轻如兄弟之言 燕王李明锐也没辜负昭帝的信任 将寒燕故地治理得很不错 并且彻底荡平了草原 达子残余再也无力对抗大唐帝国 当然在寒燕故地燕王是不败战神 备受大唐百姓的尊重 燕王妃却是寒燕故地的实际掌控者 许多恢复燕王封地民生的决策 都是燕王妃制定的 世人皆知 燕王妃是燕王的命根子 燕王对其言听计从 因此燕王具内之名 一鸣传天下 燕王妃的强势让天下一婚妇人 看到了希望 然燕王妃代替大唐帝国 择帝王之位的女人 不是谁都能做的 燕王妃的威名和功绩 不在燕王之下 他们两个是大唐帝国的明星夫妻 甚至比招帝和皇后还有名 京城 人潮涌动 百姓涌上街头 翘首以盼 燕王殿下 什么时候的 今年正好赶上招帝 整岁寿臣 并且招帝将燕王叫回京城 据说是商讨策立太子的事情 招帝连策封太子都询问燕王的意见 如此以来足以证明他们之间彼此是信任的 我倒是更想见见燕王妃 算起来可又好几年没见过燕王妃了 燕王妃虽然不在京城 然谁忘得了她 可不是 陛下继位前后 大唐都城的上空只闪烁着一个人的名字 宁心 百姓对燕王妃褒奖多于贬低 毕竟燕王妃做出的分工伪计 便是男儿也要训起几分 在人群中 站着一位醉醺醺潦倒的男子 他喷着满嘴酒气追忆往西岛 燕王妃 是我的 是我最疼爱的表妹呀 哎呦喂嘿 王家酒鬼 你这又是喝多了 管了猫尿乱说话吧 燕王妃早同你们王家没关系了 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对待人家燕王妃的呀 再看看你二叔和你那树出并被过继的弟弟 嘿呦天查地别呀 你弟弟王继绝大人已经是江浙巡言御史了 你二叔如今是锦衣卫副统领 若是燕王妃有心会看着你们王家一日不如一日 嘿呦 了解王继绝的人出言嘲讽昔日还算是有名望的才子 当初如果不是薛真 我怎么会放弃我的好表妹 王继绝宝经风霜的脸庞充满了悔恨 不是祖母短志 我怎么会娶薛真呢 并非是我无情对不起表妹 而是我为了家族和母亲布得不如此 我真不该辜负了表妹呀 昭蓉郡主在家后日子过得也很平顺 夫妻和睦 你呀就是不知足 别说燕王妃了 便是昭蓉郡主也看不上你 你胡说 王继绝想到显赫的王家如今落魄的样子 再看薛真过着富足的生活 又远远的瞧见了燕王夫妻的车架 他冲出了人群 表妹 我是你表哥 李明锐 你把表妹还给我 还给我 一个蛮子竟然成了天下唯一的藩王燕王 这让一直潦倒的王继玉接受不了 可没等他冲到燕王的车架前 早有兵士将王继玉拽开 将他拽到了小巷中暴打了一顿 士兵呸了一口唾沫 就你这样的烂毒鬼 好色好赌的人 还敢说燕王妃是你表妹 王继玉狼狈的趴在地上 眼看着燕王车架行驶向皇宫 他嘶哑的喊道 表妹 他的声音被欢呼燕王回京城的声音盖过了 人群中 萧欢默默默地看着燕王车架 为什么 宁心总能得到他期盼已久的东西 二房如今成了燕王的复苏 二老爷为了让李明锐消气经常虐待他 他是生了儿子 可他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出头的机会 萧欢的脸颊上流淌着两行浑浊的泪水 也许他当初就不该为了宁家的权势冒充宁的树解 燕王李明锐聊开了窗笼 同王妃宁心向百姓致谢 李明锐灿烂和幸福的笑容是那么的耀眼 他宠溺地扶着王妃笑着同宁心耳语 燕王妃精致且娇如的眉眼并没见多大的变化 他依然像是一只柔媚娇弱需要保护的白莲花 然任何人都不敢只把燕王妃当作白莲 在马车旁边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格外吸引世人的目光 他们今年不过八岁 然一模一样的容貌让人颇为散叹 他们就是燕王妃在朝地登基后生出来的一对女儿 当初燕王妃怀孕 任谁都期盼能生下儿子 可结果让盼着燕王妃生儿子的人很失望 可燕王李明锐却高兴地为自己这对女儿请风 好在燕王妃在燕王出征前生下了世子 如今燕王世子已经先一步被已经拒绝的平王接走了 李明锐小声对宁心说 咱们家的女儿和儿子都要看好了 平王那小子非要同我做亲家 他家的闺女配得上咱家小子吗 哼 什么提前培养 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无赖的人 他们总是要嫁人的 与其便宜外人还不如便宜平王呢 只要他们看对眼我是不会反对的 当初咱们两个不也是一样的吗 他们同咱们比 李明锐撇嘴掰着手指头算 不说平王就连皇上也 我才不会让儿子上主 也不会将女儿嫁给太子 宁心斩钉截铁地说道 便是陛下亲自说 这事也没得商量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李明锐明智的没有再说话 皇帝只怕是不甘寂寞了 纯粹是找刺激不是 李明锐对昭帝同宁心的碰面并不看好 玉书房中 燕王坐在一旁 宁心直接面对皇帝威风日盛的昭帝 陛下 我的女儿不适合做太子妃 昭帝看着宁心 喉咙有几分的发苦 他们情投意合 朕不忍拆散他们 宁心 宁心没有变过 眼睛里依然没有他 期盼再见宁心的热情 被宁心冰冷的拒绝而浇灭 昭帝 齐王 韩王 他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彻底的忘记宁心 我最愧对的儿女便是长女 从他出生到如今一直是伯父带大的 然他的性情像我 太子殿下只怕是达不到他的要求 与其将来痛苦 不如现在就阻止他们 宁心 朕不是想要怎样 而是你胭脂朕的皇子做不到 昭帝面色凝重 他错过了 不意味着自己儿子做不到 他想做皇帝 该做皇帝 那么就别想着只有一个女人 陛下 娶了他 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 您不怕吗 朕怕什么 怕我的女儿 颠覆了您的江山啊 如今天下太平 有个强势的太子妃并非是好事 宁心 你以为还会有人跟你一样 她虽然是你的女儿 性情也随了你的八分 但她不是你 昭帝是看着宁心长女长大的人 同宁心的目光相碰 你所求的未必是她所求的 你所不能忍的 对她来说未必不是幸福 宁心沉默了下来 李明锐说道 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行 我觉得皇上说她在理 好 宁心转身离开了御书房 我去找他们 昭帝同李明锐对视了一眼 两人同时摇摇头 昭帝道 你陪我喝两杯 遵旨 摆上了简单的菜色 昭帝给李明锐 珍满了美酒 这些年你可后悔过 怎么会后悔 你不知道 我过得有多幸福 李明锐笑道 陛下不提馨儿城吗 这回回来 我和馨儿便不走了 寒烟封地的事情 请陛下再委任官员吧 等到金事定下来 我打算带着他 去四处游山玩水 昭帝认真地看着李明锐扮上 将酒杯的酒喝光 我不如你 陛下必将名垂青史 光耀大唐帝国 陛下 您所求 非臣所求 李明锐笑着说 哼 我与他生子与共 不离不弃 昭帝的手臂一颤 慢慢地垂下眼睫 沙哑说道 朕知道 此时 昭帝彻底绝了 夺晨妻的心思 日子过得太平顺了 朕也该找点事情做 明年选秀 朕又会多几个新人 你打算在京城待几日 见见老朋友吧 不知老朋友可好 除了平王外 你的老朋友都不怎么样 我没想到 他和贤妃还活着呢 李明锐听了前任帝王消息 他纳闷地说道 他 怎么可能还活着 朕也不想让他轻易地死去 他同他的女人互相撕打 争吵 是京城一景 他唯一的儿子吃傻了 报应 您不怕 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昭帝盯着李明锐 是他说的 您忘了 我亲手打败了云泽 云泽说的 李明锐的脸上多了一分的遗憾 其实我一直等心而告诉我 可惜他 也是 这样的话不到死的时候 是无法说出口的 你心里 不是有无双郡主吗 我心里只有宁心 不管他是不是无双郡主 我心里只有他一个 李明锐灌了一口酒 爱慕和忠诚 我分得清楚 昭帝久久没有再说话 另外一边 宁心对着长女说道 你真不后悔 娘 我喜欢做太子妃 她将来会有很多的女人 娘 我通明的路不一样 通明的要求也不一样 我敢赌 您 不敢 娘 愿读服输 我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 这个 也许吧 宁心被自己的长女说服了 她不需要再去见 即将被册封为太子的未来女婿 女儿的人生 她能做得有限 人生短短几十年 求的便是无悔精彩的一生 风景如画的山峰上 宁心靠在李明锐的怀里 看着翻滚的云海 李明锐 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吧 好 李明锐抱紧了妻子 对着山间高喊 李明锐最爱宁心 生生世世 最爱宁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